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片之前, 记得点赞、分享、订阅 按旁边的小铃铛, 何时有新片就可以马上看到 马会的床, 但仍然有很多东西做得未尽人意 其中一样经常被人质疑, 就是马会终点赏的系统 为什么相隔二十多年都没有去引进更新的科技呢? 我们也曾经做过专题讲解, 讲多无谓, 去片重温一下 但凡有人参与做的事, 就会有机会出错 即使赛宇队往往只是一线之差 但讲到跑马充终点赏, 经常都是以一个鼻位 一条线位, 甚至一条头发之微分胜负 影响结果对真金白银落着的马迷 你说不要紧就假了 马会终点影响系统近几年, 发生过不止一次争议性的判决 两年前, 7月12日沙田日马, 头场跑五班的千四 一代庄主拍照, 险胜明月声辉被毁赢马 有马就说, 左看右看, 都应该是明月声辉拍赢, 而不是拍书 看看影片和终点照, 你就明白了 第四名是电子传承 看来啊, 回答马一放, 明月声辉是不是到先呢? 很近啊 当时的情况, 就同5月15日沙田日马, 第三场的二班千六米 健康快区和加州十大, 无厘头被判平头鸭军, 可以说是大同小异 至于健康快区和加州十大, 明明不止平头, 为什么会判平头? 好, 讲多无谓, 你们自己看片啦 明明贴近镜头的健康快区, 临尾一直都是盖住身边的加州十大 跑得比他快过终点的 偏偏马会就判平头鸭军 理由是, 影响系统正反镜都有马遮住了, 完全看不到加州十大所处的位置 所以根据赛例, 判这两匹马平头 根据赛事规例第31条第二节大致是这样说的 评判员会在马匹过终点之后, 根据他们所看到的赛事片 或者电眼的照片之后 随即宣布他所判定跑入前五名的马匹 以及按照董事的指令, 判定更多马匹的名次 并且纯以马匹过终点的时候, 马匹的位置作为决定的基准 换言之, 当两匹马冲线的时候非常接近 如果在终点图片不能看到一匹马的马匹 令到评判员在裁定名次的时候存在疑点 相关马匹就会被裁定为平头了 不过第31条第二节也列明 假如董事根据影片或者电眼的照片 确定评判员判定名次的决定不正确的话 他们可以纽正该项决定 以及相应更改有关的名次 在特殊的情况下, 董事如果认为某场赛事 不可能达至公平的赛果 更加可以宣布该场赛事无效 即使说董事有权推翻评判员的裁决 但大前提当然是他们都认为 评判员是判错啦 开港也有说, 例是死的, 人是生的 单看马会网站的赛事片 记得看到健康快区先过身边的加州十大 少少过中点啦 买了加州十大, 那当然好彩啦 不过买了健康快区的, 就不好彩啦 因为连赢委派彩只剩一半的 尚述同类争议性的事件, 近年不止这两件 还有前年6月3日, 跑马地的夜马第六场 四班的一千米 马迷当时看上去的终点上 明明是晋着士在中档杀上 早过南驱保少少捉线的 谁知道马会就说, 内来的南驱保 影响影赢, 进着士一个被位赢马 这个判决在赛后引来极大的回响 有马迷说到霸倒以示抗议 也是因为这样, 搞到马会赛事秘书处的经理国前 当年在事发后无奈, 特意约传媒 上赛事评判坊, 解释进着士 为什么影响会被判输 他说马会早在1997年 从美国引入了Finish Link的数码终点影响系统 那我们现在就问这套东西 是不是25年前都没有出过新模特儿呢? 有没有更新过功能呢? 市面上也有没有更好的产品可以取代呢? 甚至, 马会有没有人员更进科技的进展? 马会在投注途径不断推陈出身 反而这么重要的影响系统还是吃老本 否则没理由解决不了今次所谓正反镜都看不到 而局判健康快区和加州十大 平头第二这么荒谬啊 不知道马会有没有想过 在终点处的范围 找一个有适当高度的位置 加个航拍了坑镜头 给裁判员多一个角度去做判决呢? 人家英超都用VAR啦 这样的设定都是为了协助求证执法 减少枉判和误判而已 为何财庸世大的HKJC香港赛马会做不到呢? 真是你拎了头啊 話口未完 礼拜三晚部影响裁缺机又出事了 第五场的香村俱乐部会杯 终点前何宅饶起智宝和幸运旅程一起冲线 第一个感觉是幸运旅程先到线 但经过电眼判决之后 马会裁定平头 赛果公布之后 很多马迷大表不满 甚至有人截图 都是看到幸运旅程先到线 但马会将终点上 就是两区不分高下 既然电视画面和马会电眼缺性图 会有这么大出入 即是会误导马迷啦 又为何马会不向这方面想想解决方法呢? 说回何宅饶更加因为拆棋喜智宝 最后一部垂手 输了冠军变平头马 赛后竞赛小组重罚他要由10月18日开始 停赛10日 这次何宅饶真是惨了 当然何宅饶和李规 被重罚是无话可说的 但前季莫雷拉未有力拆二进到终点 结果是跑第四 表现未能令小组满意 小组都是判罚雷神停赛6日 究竟马会今次重罚 起码爷马何宅饶停赛10日 又是什么理据呢?